嗨 大家好 我是仙仙的阿嬤 今天阿嬤要来分享这个果粒蒸蛋 你们买回来的时候先吐沙吐好 然后现在给它洗干净 阿嬤这个已经洗干净了 这道菜很简单 老人小孩都喜欢 又很好吃又很下饭 我自己本身给最喜欢的 所以分享给你们 烧到一幅水 稳了 再烧一幅水 等一下要拿过来这边吹 现在把果粒煮开 一个一个开的时候你们就要赶快夹起来 因为等一下还要再蒸 待会要再吹过 好来 像这个这样就给它夹起来 放盘子里头 就这样子 一个一个夹夹起来 等太久了 那个果粒 它会太老 老掉了 那个阿嬤把果粒排好 现在要来打蛋 一点也夹 线味炒熟啦 我也忘了一点 我从这边 我们煮蛤蟆的水 蛤蟆给它加120ml 两个蛋 120ml 120ml的水 还要再打 打扇 它有起这个泡泡 给它捞起来 那没有的话你们就够粒 不然你就是这样把它捞起来 蒸起来的蛋 非常的细腻 就给它淋上去了 就给它淋上去了 好 那我们要把水烧开 再把这个放进去 蒸6分钟 放进去 好 火开了 开给它 然后这个你记得 不要盖太密 好 盖太密的话 蒸起来那个蛋 粗粗 融会的话也不要太大米 它会老掉 时间到了 好 你们要是觉得说怕没有熟 你们就这样子 这样 这个已经熟了 不会跑出那个蛋溢出来 要起锅之前 我会 因为阿嬷爱漂亮 给它放几颗这样 甜椒啦 这不是辣椒 放一点香油 酱油一点点就好了 因为 我们刚刚有放盐巴了 葱花 再倒菜就完成了 只要蒸6分钟 那也就是这样子 很简单 真的很简单 我本来还要放三个 想一想我们今天台两个人吃 就不要放那么多 看你们的量要吃多少 蛤蟆也是啦 你们几个人要吃就放多少 你们假使放多了 你们时间要多蒸一下 因为这个饱饱 所以阿嬷不容易蒸太久 这个蛋滚蛤蟆 有没有 小孩子最爱的啦 阿嬷把果粒蒸蛋蒸好了 希望你们喜欢 你们试试看 大人小孩都很喜欢 好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拍到这里 有做最道菜的人 你们照相 拨到那个测团 我阿嬷都会看到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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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ου